大雨过后霓虹的世界 满片涂湿能掉的咖啡 热闹的街烤香肠的香味 想起远方你的夜 哈罗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小编啦啦啦啦 呃,带大家在云露中游走一下 也不是游走啦,飞翔一下 今天9月8号啦 呃,其实现在农场起雾中 起雾其实灰的有点怕怕 哈哈哈 来,下方是我们的 这个云有点,风有点大 下方是我们的鸳鸯湖 要去我,这个该飞吗 等下会在迷雾之中 朦胧之中 有点不妙呢 我先飞高一点看看 因为我这里的熏号有点不是很好 这种雾有点怕怕 哎呦,大家有看到 鸳鸯湖,这里是鸳鸯湖的上方 我还是比较乖哦 飞高一点 诶 突然这种雾,有时候会收不到讯号 嗯,现在有点收不到讯号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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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拉近一点 哈 哈哈 来 大家好 嗯,这是鸳鸯湖 可以看到鸳鸯湖 湖畔的风树哦 就现在在右下角这边 其实都是种 种植的是风树 那黄色的哦 中间黄色这个是白羊木哦 已经都在变色 尤其是树梢的部分 所以山上其实渐渐有秋天的感觉啦 嗯,山上什么没有树最多哦 都常讲的哦 那树其实,尤其是风树哦 它是最先感受到天气的变化 那变冷的哦 秋天到了哦 它就开始变色啦 不过鸳鸯湖其实要到下个月 九月,哎,十月份的时候 是更最明显 最明显的时候 整个鸳鸯湖到时候 会非常的漂亮哦 到时候用空拍起来 是真的是很缤纷哦 很缤纷 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小编去年拍的 或者是前年拍的哦 都有不错的景色 来,鸳鸯湖的入口这边 就是我们的 新建宾馆和办公室啊 有看到那边有 穿蓝色衣服的吗 没有错哦 我们的新建宾馆今天在办理 验收啊 对哦 对哦 大家期待已久的 新建宾馆哦 今天进行了验收 但是验收 还没那么快哦 验收一定会有一些缺失啊 今天是第一次验收哦 验收完厂商会做缺失的改善 那我们也会尽量尽快加紧脚步 让我们的新建宾馆进入市营运啊 OK 新建宾馆下来就是我们的下果区的苹果园 可以看到我们的苹果 今年的苹果状况不是很好啊 主要想到这个 买的这个哦 就是受到后面这个高温 吼 潮湿的天气影响 其实 后面的苹果生长的情况没有很好 OK 飞上来 海阔天空 那虽然没有晴天 不过有三蓝云海 分享给大家一下一下啦 哈哈 对哦 每次空拍的景色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其实农场就是这样 农场其实我们 我们常讲农场有点 一日四季的感觉 就是一天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春夏秋冬 甚至感受到好天气和坏天气 尤其是春秋的时间 最明显 真的是一日四季啊 现在的话 现在 今天是白鹿 白鹿 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白鹿 以前叫白鹿 因为早上看到地板上白茫茫的一片 白茫茫的露水 所以就叫白鹿 就是白色的露水的艺术啦 就是 现在开始早上都会有一节淡淡的露水 那 老人家常说 就是 白鹿 白茫茫 就是白鹿的时候 如果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那代表 下一个二十四节气就是秋分 秋分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收成 尤其是稻子 会在 只是在两个礼拜之后 半个月之后 下一次 秋分是几号 秋分是9月23号 9月23号 那这几天 其实山上都有节露水 所以代表今年的 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 然后 不过刚才小朋友讲 今年的气温其实偏高 尤其是山上很明显 就是 大概在 五六七月 这个时候 就是 苹果正在成长的这个季节 其实 整个山上是高温 和潮湿的 那高温潮湿 其实很容易 带出 苹果的病害 只要 都 防治没有防治好 其实都 受损的 蛮严重的 所以 今天我们农场 苹果的状况 没有很好 小编老实 跟大家讲 会有 苹果但是 苹果的状况 没有很好 尤其是 苹果的病害 会比较严重 尤其 卖相会不是很好 所以 离合的部份 應該是 会比较少 5点啊 哈班啦 下班了 5点下班了 大家哈班吧 哈 我飞到屋里面 让大家感觉一下 什么叫做 屋里看花 哒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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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實在霧裡面飛空拍機有危險 尤其是 都講得到啊 尤其是霧會 其實這個霧會遮蔽到訊號 沒錯現在空拍機沒有訊號 我現在沒辦法操控他他應該會自動返航 現在空拍機做的都不錯啦 如果他沒有訊號或者是低電量的時候他都會自動返航 我現在沒有辦法操控他他現在是屬於斷 斷線的狀況 好吧我下次還是不要這樣黑白來齁 這種 大夢霧的天還黑白白 實在啊 金湯啊 好啦如果我一直沒有 恢復我的操控權的話可能就到這邊啦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空拍機不怕迷航 空拍機不怕迷航但是空拍機的操作者會怕迷航 一般如果你的經驗不足的話你飛到霧裡面的話你是 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有時候 緊張害怕之下可能就是會做出 錯誤的操作決定 所以小編會建議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盡量不要在雨霧天 飛行啊 對啊現在返航 降落當中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恢復我的操控權 欸破幾坑耶 喔 喔 要降落了 要求要降落才取得操控權 來我再飛出去一下 因為 因為我想要去看一下 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越過山丘 才發現無人等候 跌跌不朽 還是覺得 山上真的是不一樣的景色 那樣景色 不過山農場真的是有點距離 要常常 小編長講到農場都要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心 第一個是不怕 山路 萬來萬去的心 第二個就是堅持到底的心 這個 我最常在什麼時候講 我最常在櫻花季的時候講這個 櫻花季因為我們 農場是 我們農場最大的櫻花 賞英景點就是千櫻圓 那千櫻圓 千櫻圓 聲音跟千櫻圓一樣 千櫻圓跟千櫻圓 的聲音很雷同 所以我們千櫻圓 櫻花盛開的時候我們會 想說 情侶上來的話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賞英景點景色 這樣子 那 你的情人 願意開 這麼長的路 再以來千櫻圓賞英的話 代表他的心 真的是 真心 真愛 所以 沒錯 只要 你的 另一半 願意帶你來這個 遠的要命的地方 這代表 其實也很有心 所以到山上不要吵架 拜託不要吵架 都已經好不容易到農場了 還吵架幹什麼 所以要體諒 那個斯基的辛苦 好 下面是梨山 啊這個山谷現在在雲海裡面這個山谷就是荷環溪 荷環溪顧名思義荷環溪的源頭就是 在荷環山的部分 喔對 對 來我們農場拍婚紗都可以拍得漂漂亮亮 接下來的 九月份其實是我們波茲菊花季 然後十月 大概中旬開始都進入我們的賞風季 賞風季會先由我們 鴛鴦湖的楓葉開始 鴛鴦湖的楓葉 因為鴦湖它是 壺嘛一個凹陷處 有點像山谷 它吹的風會比較涼 所以它會從鴦湖開始轉色 然後 鴦湖的風紅大概維持到十一月初 那從十一月初就 就換 松茹的風紅 松茹的風紅大概會到十一月底 主要還是要看天氣 如果突然雄雄來一個超級霸王 霸王級或者是暴龍級或者是狂暴級的寒流的話 可能它一夕之間全部的楓葉會全部變紅 再次重生 看到種菜的都不是農場的地 種菜的都是私人的地 農場不能種菜啦 我們農場只能種樹 所以農場有果樹有茶樹 但是農場沒有種菜 種菜的都是私人的地 沒錯 早期的農場的墾園 我們會 那時候有放嶺的動作 放嶺 就是 周圍的土地給我們的 場園墾園 進行耕作 那放嶺之後的地全部都是私人地的 對啦我是要飛回來看一下農場周邊的景色 順便確認一下 我確認完了就好了 來最近的天氣可能就是像這樣子蒙蒙之中 會下雨 那早上的話 會好天氣 下午的話就會這樣蒙龍 起霧或者是下鎮雨 早上早上不一定的早上 早上的話像今天有雲海之今天 小編沒空去照 今天有雲海 秋季的話比較會有雲海 夏季的話要前一天傍晚下雨 像像 像現在下雨的話隔一天 大概會出現雲海的機率都很大 那你要除 你要看到那種超滿的雲海的話 大概還是要春季或者是秋季比較有機會 什麼叫滿到爆的雲海 什麼叫滿到爆的雲海就是當你聽到金門 金門馬祖 飛機沒有辦法飛的時候那種時節大概就是山上又有大雲海的時候 為什麼飛機沒辦法飛 就是大雲海 就是大雲啊 山下是雲山上就是雲海啊 恩對溫度開始很有秋天的味道 但是人家說的秋老虎就像現在這種時候啦 好啦用農場的景色分享給大家祝福大家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啦 山上依舊那麼美好 祝福大家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 城市的屋頂 都是天仙 卻說不到從